我们是来自马来西亚 一共是16人同行 那么我们的旅程是12天团 那么包括了这个从哈尔兵启程 我们到了这个墨河北极村 Traveling experience which I have faced in this country is really good and it is very worth it 我非常喜欢国家 文化和人 各位中心网的网友大家好 我是小新 如今China Travel已经成为 国际旅游市场上的新热潮 不少外国游客来到中国旅游之后 会拍摄一些视频 并附上China Travel的标签传到网上 表达着在中国旅游的所见所感 展示了中国安全友善 科技感十足的城市形象 那外国游客来到中国黑龙江之后 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今天跟随小新的镜头 一起去看一下 现在小新所在的位置就是 外国游客入境中国黑龙江哈尔滨之后 脚踩的第一片土地 哈尔滨机场口岸入境大厅 其中变化的是 像我身后的入境人工通道 由原来的8条增至12条 出境人工通道 从原来的6条增至10条 有效地缩短了通关时间 对于没有经常出国旅行的 游客和儿童来说 语言不通 即确会在出行的过程当中 会让人感觉到焦躁不安 那现在您在画面中看到的 就是集多国语言转译 生物信息多样化采集 于一体的智能人工验证台 可同时准确地提供 143个国家和地区 总计76种语言的 面对面翻译服务 方便执行工作人员 与旅客交流沟通 那么在我们新的入境大厅呢 我们还配备了这种 钳制生物信息采集一体机 有需要采集生物信息的外国人呢 可以通过这个机器呢 先对自己的10个指纹进行采集 这样就可以减少 在我们人工通道查验的时候 的检查时间 让通行更加的顺畅 同时呢 我们还配备了这种 外国人入境资助填卡机 这个呢 有一些外国人填卡的时候 它可能不方便 它拿手机或者是护照扫 这个二维码呢 就可以完成外国人 入境卡的资助填写 就改变了以往 通过这个手动填卡台 手动填写的这么一个过程 此外 哈尔滨机场口岸 还设置低工位特别通道 配置高度可升降的查验设备 满足儿童 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通关需求 切实提升中外出入境人员的 通关体验 其过程充满爽感 截止2024年7月19日 哈尔滨机场口岸 共查验出入境旅客 278001人次 同比增长132.3% 其中外籍旅客 71391人次 同比增长203% 暑期已至 哈尔滨机场口岸 单日出入境人数最高值 可超过2400人次 刷新了2020年以来的 单日最高数据 2024年上半年 我省入境旅游人数为47.1万人次 同比增加158.7% 其中外国人为38.3万人次 港澳台同胞为8.8万人次 据了解 为解决海外游客支付难的问题 今年4到6月 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会同人民银行 在全省星级饭店景区景点 布设1391台外卡扑斯机 70个外币兑换点和ATM机 今年以来 黑龙江省着力指导边境城市 建设中俄通APP跨境无障碍服务平台 实现俄罗斯游客入省旅游的 语言及支付无障碍 同时完善了黑龙江省边境城市 店铺牌匾景区景点多余种标志 不断提高旅游服务人员外语服务水平 去年冬季以来 我省冰雪旅游火爆出圈 影响遍及世界各地 当前我省将发挥筹办亚东会 中欧文化年 中法文化旅游年 中国东盟人文交流年等平台作用 加大对俄罗斯 一带一路国家 东南亚 日韩 欧美等重点客源地文旅交流与推广工作 加强文化旅游领域的对外开放 扩大龙江知名度和国际影响力 在黑龙江旅行棒不棒 在黑龙江旅行爽不爽 爽 我希望你来到中国最幸福